欣志强这日应良安琪邀请出席线上音乐会 小强还自备吉他自弹自唱 Angel说他们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已经认识 当时已经觉得对方唱歌好听 几年前再次重遇 造就了今次这个天使与小强的组合 Angel还说希望未来有更多合作机会 小强还在海后 前世在心里面要逢 前夜明日太两首 眼泪在心里流 前夜爱人海后 在以前旧公司的旧同事 其实我们合作机会都没试过 今次我也很开心 一次过我们终于可以有机会合作 原来唱歌是这么好玩 即是弹吉他唱歌的意思 他已经被我发掘了这方面的才华 所以我都会不如公开在这里邀请你 你短故都不会推我 我希望第三次 因为我去年开了两场个人演唱会 我的演唱会都爆了 不是只有你的舞台剧 找你做我的嘉宾 那好了 多谢你了Angel 我们又有机会再玩了 Angel搞这个音乐中心已经有八年 这日和一帮工作人员一起举行庆祝活动 他说自己由开始做DJ时 已经特别喜欢播乐队音乐 不过乐队在香港经常被指没有发展空间 Angel说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去推广乐队文化 我会投放更多资源更多的心血 虽然现在已经是做到一个饭盒 分两转吃都吃不完 已经做到这样了 装就化了一半的 但我会继续做好一些 我喜欢的band音乐 会成为一件band中心 在不幸年龄 国籍和宗教什么都不分 我们今天的庆典 其实我都是分别有青年乐队一部分 和成长成熟成熟成熟 成熟得到一部分 希望大家有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 可以继续 因为我们香港的band 其实很聪明的 但不知为何去了青黄不接 我希望去做多些band的事 早前增光离世 令很多圈中人十分悲痛 小强表示和Kengor合作过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都很伤心 他大赞Kengor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Kengor的为人 其实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他很认真去做自己的工作 甚至要拍戏的时候 他经常坐在一边 培养着自己的情绪 很多时候我们拍戏的时候 都要对稿 跟Kengor对稿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永远不用拿着剧本 就说小强来 我们来对吧 就这样跟他对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很尊重的前辈 他走了之后 我都觉得很遗憾